接下来呢大家咱就说一个特例的小情况啊大家看到我下面是不是有个区别呀是吧说老师有啥区别这个是吧来我们说一下啊当然大家都知道老师呢做的动作是两个什么是不是两个数值行运算呢那啊对特殊情况给你提一下啊就是如果印他呀和那辅导做运算大家都知道印的是四个八位辅导是不是也四个八位呀对啊这哥雅做运算的时候吧那辅导的吧他那表示那个二斤志的手吧他里边有什么有代表小数点的部分听明白了吗 所以吧辅浪的和印的做完运算以后的结果啥呀应该还是小数对吧大家是这样的他得留出精度来吗是吧是这个意思吧这个呢咱们一般用的不多就不来说讲了讲什么呢今天有点特殊的比如说这个大家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在打印的时候呢是吧还是两种类型了吧一个叫差一个包林吧对吧我先说包林啊老师包林能不能哎那个搞运算呢是吧我那个处我加一这就废了 为啥呢他不是数值型 运算他根本就无法做运算那老师说那你能不能将家吗是吧你家得得啥呀真一一吗是吧别扯了好吧 可大家我这可注意我特情况来了啊哎 是字符吗是的大家我这么写啥意思 我跟你讲啊这么写是错的 懂吧啊因为哎在这里边他不是数据 没有啊他不是常量数据你要非得说的话哎顶多是一个变量而且哎还没有被定义过 听听了吧很多哥们处理着老饭那毛病卡写了一说老师这不字母啊 你认为他的字母他不认为 懂了你这么写这才叫一号写大夫了你这么写这才叫字符数据 听明白了吧好了不再多说大家我们运行一下好吧 来一个就是编译啊月形大家发现是A吧没什么进吗老师你干啥是吧没关系我们写个加一啊 说老师这俩能运算吗啊这俩不是这俩这类型也不一样啊那左边是叉这边是印的能运算吗这个啊 然后说老师你不是叉字符型吗啊他也不是数值啊是吧 我的天呢编译通过了 当时得了更崩溃的数是吧看上去怎么样啊就发谁啊那听给力啊那为什么呀 大家这里边呢就你们说一种特殊情况那这种情况的必须要作为了解那必须要作为了解是说本来差他就是一个字符形式的啊 他和印的形确实也不同类型而且呢我们说他到底是不是字啊数值型呢是吧大家这块地方还是比较有争议的 那我们说他之所以能运算那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大家 看着啊 呃老师呢这里边还是做了稍微点专业一点吧是吧稍等一下好吧 那个这什么东西 暴提一下啊两个一四个零一个一是吧 嗯 我先放在这两个小时我一会忘了一二三四一二三一那这几位了呀七位这下面几个零 那么多意思吧你放在这啊 然后呢大家注意看现在什么情况呢 大家还记得吗计算机里边是不是只识别二进制 对了只识别二进制 那么我们每次给人写二进制的话呢那比较麻烦那么我们希望什么老美在做计算机的时候他们想说 能不能让计算机直接识别我们生活中的文字啊啊老美的文字还特别简单是不是就是ABCD这样字字母 还要加上一二三这样的数字还要加上一些标点符号啊 对不对 老美就这样东西了 对吧 说我能不能让计算机直接识别我们生活中的语言 生活中语言识别了以后我们跟计算机交流起来是不是更容易一些呢是吧 那么说怎么做这件事情呢 那么他就琢磨了计算机里边全都是二进制 我们生活中全都是字母和数字 那么我们要想让计算机识别 能不能 我们两者之间有一个中转呢 是吧 换句话说 能不能让计算机的二进制和我们生活中的文字做一个对应关系呢 进行的话吧 大家知道二进制的一零排列组合是不是可以表示很多数据啊 对不对 是的大家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老美就做这么一件事情是吧 他开始用什么 用一零的排列组合来表示生活中的文字 比如说零 一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这个呢他就什么样啊 就对应一个字母叫做A 能计算吗 OK 体格怎么样啊 咱们是记完写了是吧 零一一零零零零零零 OK就对谁 就对应一个叫做 B 那没了 然后呢就下面开始吧 下面开始 以此类推 就是当当 当当当过去了吧 当当当 当当当 现在没了吧 哎就陆陆续续的呢 把他里面的东西吧 都给他什么 对应出来了 那么对应完了以后 大家就发现了 这里面定的不少是吧 那该怎么样啊 就定义成一张表 那没有了 这什么叫做二进制和生活中文字的对应关系表 二进制和 生活中什么这个文字的对应关系表 这张表也是有什么样啊 也称为 编码表 明白吗 这张表也称之为编码表 什么编码表呢 就是把生活的文字 是按照指定的计算技术二进制序列给排排列出来的啊 他都知道 这二进制其实在我们的数据当中 是不是一个 可以对一个实际实际数啊 对不对啊 对吗大家 那我问一下吧 011 00001 这个二进制对那实际数是几啊 嗨吗 这个位是28吗 这个位是不是64啊 这个位是不是32了 是吧 那么32加64多少啊 96吗 那么96加1的多少啊 97吗 明白了 所以大家就相当于什么 他得拿一个97这么一个数 拿和A相对应 那98和B相对应 现在听懂了吗 这张表呢就称为什么 就称为编码表 懂了吧 把生活中的文字的进了什么进成了二进制码的什么 编写 这张表里边记录的只有老美的文字和符号 所以呢 这张这张码表呢 被起了个名字 这张编码表被起了个全名称 这是什么 美国信息标准交换码 懂了吧 啊 啊 American Standard Code 啊 Interchange 什么来着还有information 那是这样 老师你认识啥呢是吧 我刚刚念的是法文 啊 简称就是 A.S.C.I.I. 东西乱 就这么意思啊 我说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的哥们把他说老师这是 阿斯克马 第二张表 哈哈哈 这不是罗马文字的兔 不是 博罗文字的 同意是吧 这个是 英文字母I和I 懂吧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这个交换 这个叫做信息 听明白是吧 来搞清楚了哈 好了 这个人老美的 起来打算什么 American 听懂我意思吧 American是这样的 现在明白了吧 哎 所以大家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给大家说一下 就在这给大家说一下 那本来这个字符A吧 他就是个什么单纯的字母 没错吧 哎 可是当一加一以后大家 这是不是有运算了呀 对吧我们知道 他在那层当中是几个字节啊 两个 对对对对对不对 对吗 听到这个一在那层当中几个字节 对四个 那么他会提升吗 对吧 提升完以后呢 他 就干嘛呢 他在底层做的动作就是 他拿着A啊 在这个 阿斯克马表里边找到什么了 是不是找到对的数字了呀 对吧 然后呢 拿着数字啊 怎么样呢 合一就做了运算了 能听懂了吧 做完运算以后 得的就是98 大家 你们说的意思了吧 对这是这个底层的流程是这样的 那那么再接下来呢 大家这里边呢 我们就给他括一下 说什么样的 说老师 我不想看98 是吧 我想看一看98 对应的什么呀 字母是谁 怎么办 强制转换一下 大家我们看一下啊 来一个是什么呢 来一个就叫做编译 再来运行 是不是b呀 对不对 这很简单 为什么 a加1等于98 那么98呢 被强转的话 大家其实就是 拿着98 怎么样啊 是不是到这张表里边来查 98的数字对那字母啊 听明白了吧 OK 那么说到这 我问一下大家 你认为 我们这个 老美有这个码表 是意思吧 b码表 咱中国有吗 咱中国有吗 必须的 你知道吗 中国一看那能行吗 啊 计算机不识别中文行吗 必须得识别怎么办 我们 就拿着二进制 懂吗 和我们 中文进行了 一一一的对应 这个也形成了一张表 这张表就是 gb2312 懂吗 国 标码 2312 这里边融合了 我给你讲六七千的中文和符号 好吧 大家中国文字博大精神 够吗 肯定不够 懂吗 后期又进行了扩容 就有了 gbk 国标 扩展码 这里边融合两万多的中文和符号 懂吗 大家这个够用吗 这个也不够用 后期有了 gb18030 是不是这张表现 还没有 直接通用 现在 现在最常用的是 gbk 好了 OK 好了 这点不要多说了 老师我不信啊 你不信是不是 我不看了 你不信我得让你信啊 啊 那个 什么呀 单影号 你 加什么一一天 就你嘛 就你嘛 对吧 我加一那数字不变了吗 你加零不就完了吗 这一天 编译 月形 看到了吗 你这个字在内存当中人有数字对应的2030 大家啥意思 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 还是dvd 内存里边是不是都是数字 对不对 就完了 有的更逗了 老师 俩中文啊 谁大谁小啊 对啊 人有份的啊 我说老师 我这中文咋排序啊 ABCB我说谁大谁小 B比A大吗 你好 谁大呀 啊 能笔不 能笔不 咋笔的 笔换啊 啊 那我太崩溃了 我想笔拼 大家别崩溃了好不好 刚讲完 这些字是不是有对的数字 那就够了吗 咱比谁 笔的不就是数字吗 听闻吧 就这意思 好吧 其实我跟你讲 A比和B比 我跟你讲 B比A大为什么呀 那也是底层笔的数字 是不是 你必须是这样吧 是吧 老师 那大A有的东西吗 是吧 大A 我跟你讲字母分导写吧 是吧 大A大家要知道一下 好吧 65 小A 97 听懂了吧 我跟你讲 字笔零 他也有对应的 阿特马值 听懂吗 这得知道 明白 老师 啥用啊 是吧 那你万一说 大写C是几啊 我可不是吧 哎呀 我这么做吧 好吧 看着啊 我这么做呢 看着啊 这是A嘛 这是B嘛 这是C嘛 是吧 A是几啊 65嘛 那C是几啊 不知道嘛 对不对 怎么做呀 看着大家 我教你们一周 你知道 这个 什么呀 这是字母顺序吧 这边是数字顺序吧 对吧 那么C比A 大家大几个 大两个嘛 那么C减A是2吧 哎 对不对 就是C比A大两个嘛 对吧 那么A和65是相对应 那么比65大两个的 你这边是不是对应C 对不对 这就完了嘛 C比A大两 是吧 A是65 那么65再加20 那不是67吗 听懂没啊 就弄了 是吧 只不我跟你讲 这是简单 知道吧 大家 大写的M是G啊 哈哈 你肯定不懂的 不说你吧 我也白丑蛇 ABCDFG 是吧 OK大家 这我们就不再多说了 底下这个过程 能行动了吧 其实为什么 是不是有什么一张表啊 对 有什么一张表啊 其实我跟你讲 这张表吧 确切的说 其实不应该说 是阿兹克马表 为啥呢 阿兹克马表 其实根本就不识别中文 你说是吗 你说是吗 为啥呀 那不说了吗 我埋着看嘛 老美的表嘛 管我屁事啊 听懂你吧 他不能识别中文的 懂吗 大家 他说老师 你写这个 你好像你这 他怎么还能弄上去呢 大家我跟你说一下 其实加网语言里边 他其实他内置本身 有一张马表 这张马表叫做 优尼扣的马表 这张马表叫做 国际标准马表 明白吧 那一帮组织怎么样了 这国家一马表 那国家一马表 干嘛全是马表 是不是啊 怎么办 统一了 搞一张马表 全世界文字都有 懂一了 这叫做国际标准马表 这马表没有 真有 这张马表名字叫做 优尼扣的 明白这样 这张马表能识别 全世界的文字 全世界的文字 当然不是全部的 因为咱们中国是不是还在更新呢 是吧 那个马表里边 谁是中国的老一类的文字 那 这张马表里边 既有DVK的马表 又有PAS的马表 听明白吧 又有中文的内容 又有 美国的英文的内容 听明白吧 都有在里边 所以说呢 你在写它的时候啊 它其实真正在底层查的是什么 查的是 优尼扣的马表 而任何国家的马表 几乎都兼容 阿斯克马表 这种了大家 OK 那因为阿斯克马最基础嘛 是吧 说老师 中国有ABCD吗 没有啊 他中国啥呀 阿波斯德 俄法格吗 OK 好了大家 现在这过程能听懂了吧 底层是什么样的 底层其实是用了什么 Uni Code 这种国际标准 马表来完成的 标准 变马表 那叫做马表 好了 到这呢 老师就不用再多说了 这个事情能理解了吧 那也能理解了 怎么做怎么回事 就说完了 到吧